托提娃姐的服务 我刚刚报了 跆拳道馆的成人班 所以以后 我们会经常见面 太好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打扰一下 听说薛先生一直住在小植家 薛先生在国内没有房子吗 暂时还没有 我知道城中湖的湖心岛 在建晚清风格的别墅 我想等开盘了以后 在那里买一套 所以现在呢 暂时先做小植的访客 我听说住在一起 最能培养感情的 要不搬来我家住 或者我搬去你家 算了吧 洪先生 薛先生 你说的湖心岛大宅 可是块风水宝地呀 天岛只有三套房子 真有眼光 它不是真有眼光 它是真能处理 湖心岛大宅 薛妖怪这个无法把时间变现的穷鬼 知道那个多少钱了 两个亿耶 不过薛先生最有眼光的 还是选择了田小姐 她可是养了一个挖井队 在非洲挖井 我做的慈善都是在镜头前 田小姐是默默在背后 所以田小姐是我最欣赏的那种慈善家 你竟然知道 当然 好事也会出门 喂 喂 女婿呢 一会儿就来 好好好 不对 你在撒谎 她应该跟你在一起的 说 我的女婿呢 她是她的 阿什么阿呀 父亲的人好 抱歉 我有事来晚了 老婆 都说了不用等我了 先上去休息吧 这车挺贵的吧 不算贵 是孝顶父亲的二年 这三四百万的车 也算不上太贵 女婿送你的礼物 收下吧 这么昂贵的车 我开会不会太招摇啊 其实你娶我更招摇 你不招摇大半辈子了吗 那 那我就 爸 还真准备收啊 我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嘛 我连聘礼都没有准备 一部车实在是太寒酸了 父亲那人不嫌弃的话 就收下吧 我们啊 不是贪图富贵的人家 这一点点的小心翼 就收下吧 别让孩子为难 进去 那辆车你哪个车行租的 好吧 好吧 看来那车我是真要买下来了 是吧 看来那个穿着白裙子又蹦又跳的 神经病卫生巾广告 我真的要接了 你 车是我买给父亲大人的 欠你的钱我也打到你的卡上了 你查一下吧 我做的事情 不用你买单 你哪儿来的抢 抢银行 好事你不相信 抢银行你倒是心 我还是个孕妇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吓我 等你真的怀孕了 我一定把你放到香岸上供起来 血有怪的 我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可爱啊 两位 不好意思啊 吃饭了 吃饭了 下来吃饭啊 你好 写菜 我马上过去 你在找什么呀 你你你你 你太恐怖了吧 你到底藏了多少这样的东西啊 大概可以开家私人博物馆吧 几百岁 知识陈旧 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 到底会躲哪里去呢 叶老师 你还要是 脱胸面体的人找到了吗 估计很难了吧 你不是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上次学校深浅科研机机 拿了李教授的证件资料 谭志愿刚才交给我 让我带给李教授 说这里有身份证什么的 担心李教授这几天会用 你给我吧 身份证也在里面啊 这几天我也没看见李教授 这件事情就拜托叶老师了 那我先走了 叶老师再见 叶老师 老师不是出差去了吗 怎么会不带身份证呢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员继续交易 好 要是你再有什么金条 古董 发出来就是我的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房东田小姐 有着曹吕虫的智商 是个大白天会掉下水稻的倒霉鬼 梦里还在数钱的财迷 你这 你这 肯定有人在骂我 虽然他看起来有些褚 但我却需要他帮忙 李教授和研究中心那边 万万不能贸然下手 联系我购买视频的人 我也不想用暴力来找到他 即使找到 也可能只是个中间人而已 目前最直接 可能性最大的 应该就是最初 卖凤凰玉璧的那个人 那是我母亲的遗物 无论何时我都不会把玉璧送人 无论何时我都不会把玉璧送人 所以拿着我玉璧的名 很有可能 就是变卖财物放干我写的仇人 现在我必须拿到这个人的地址 这正是我需要他的地方 我挖到了 我挖到了 贝壳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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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些垃圾饰品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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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哪儿了 谁在哪儿 你好 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 我见过你几次 我来找老师有点事 看到门没锁 我就进来了 以为老师在家 但是他好像不在 他又忘了锁门 他经常这样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 打了 他关机 老师就是这样 太专注于研究了 生活上的事 总是丢三落四的 所以还麻烦你们 多加照顾他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要不你试着再联系一下 好吧 谢谢 没事 去吧 快送过算 它会给你 您好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干细胞再生研究中心 李教授你好 李警官啊 昨天也带着你们研究中心的 一个小伙子过来 昨天李警官也来过 你认识李警官了 当然 他是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 另外一个 应该是我的学生 他们昨天问了你 一些什么事情 我来是看一下 还有哪些是没有了解到的人 昨天主要是问 强吻伤者的那个变态的情况 可惜 我也没有看清楚他的长相 所以啊 也没帮上什么忙 后来 叶先生给我看了一张衣服的照片 我记得 当时那个变态 确实穿了一件那样的衣服 那 您对那个变态的长相 就没有一点印象吗 没 没有啊 发现一直嫌弃的穷鬼男友 是超级富豪 现在送我一只古董翡翠 我要不要收下呢 在线的 看楼主的ID 宇宙第一美就知道楼主该吃药了 同情楼主 我前男友送了我一堆灵牌包 验了没一个真的 我断钱人了 默默的 楼主赶紧嫁 神经病夫妻欢乐多 现在的富豪都很低调的 乔乔告诉大家 其实我爸比是阿拉伯国王 这些无知的人类 居然没有一个小型的 这能挖多少口径啊 乔乔 我想过了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我不能收 好 我可以把它拿去便宪 然后资助你的非洲挖警队 真的 是吗 我现在就去给我的 弯警队打电话去 谢谢啊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发现小燕的同事 今天发微博说 小燕休假了 机会来了 我们大干一场吧 走 好吧 好 好